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她的攻击可以引起攻坚震荡 若是再这么继续下去 恐怕用不了多久 我们就会暴露 远昏黑龙 你怎么来了 我看这里打得挺激烈的 我来看看 刚刚进来那两个人 被你们打死了呗 怎么 你想救他们 怎么可能呢 我在上一层 被他们两个暴打了一顿 我对他们 简直是暗之入骨 怎么了 他们被你打死了呗 还没有 这两只小老鼠躲了起来 哦 原来是这样 既然他们两个没死 那我就在一边看看 看看他们是怎么被你打死的 这里没你什么事 别在这里妨碍我 给我滚一边去 好的 明白 哎哎兄弟 你要是把他们两个杀了 千万要通知我一下呀 这样我回去之后 可以庆祝一下 哈哈 哈哈 有完没完 哎 行 哎 你们忙 我不打扰 我走了啊 哈哈 哈哈 极盗 哎 他们两个不死 我不安心啊 哎 记得千万要告诉我呀 快点给我回 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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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在我跑得快 兄弟 我说过我会出手的 没有食言 我只能帮你到这了 得防备那条黑龙 哼 这样他也不够来找死 可恶 被他拖延了一些时间 我们得尽快找到空间身亡 这是 没想到 他不但恢复了 绣尾好像还提升了 距离造化身亡 只有那一步 我好像悟到了什么 在这里 我好像感应到了某个气息 你感应到的 是我 你是 我是 我是旋御所画的元神气灵 元神气灵 你也跟他一样吗 哼 我跟他有点一样 也有点不一样 哦 你不妨说一说 旋御沟通六界 可以说是一块 也可以说是六块 赤神殿同时 其就只能与一个人融为一体 辅助其修炼 让其成为强大无比的赤神殿之主 我却不是 你的意思是 你可以同时六个 嘿 什么叫同时六个 我身为沟通六界的至高宝器 普通人才没有资格与我融合 至今 还没有一个人得到了这个资格 哦 原来是这个样子 哼 谁是至高宝器 未尝可吃 不如我们一决高下如何 我不给你打 莫不是你怕 对方对我们没有敌意 我们干嘛像是吃了火药一样 人性 器物刚刚演化人性 脾气都会有点火爆 我不与你技巧 如何